我买了一台PS5同款处理器的电脑 也就是这台华强北PS5 里面搭载的是传说中的Ryzen 4700S处理器 它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看起来这台机器还挺正常的 就是一台普普通通的ITX电脑 拆开之后你会发现除了附带的RX550显卡以外 就是一张没有内存插槽的ITX主板 然后上面还打着AMD Logo 一个看起来就很Guy的散热器 扣具尺寸也是专用的 我也尝试了各种散热器扣具 然后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散热器是能装上去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掀开这个散热器 看看这颗神秘的处理器的真面目 嗯 果然没有顶盖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印字 然后核心外边有一圈保护核心用的金属框 上面印着一些基础的信息 看编号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的 网上的大家都说这是Xbox Series X的处理器 然后它只是屏蔽了核显 所以呢 我也专门买了一台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这样 我把Xbox Series X也拆出来了 这个CPU和4700S看起来怎么看都不一样吧 Xbox这个明显要大很多 我们拿游标卡起来量量看 嗯 发现尺寸也不一样 那看来它这个不是Xbox的APO了 难道这是AMD新推出的神秘新CPU吗 其实我还想拆开我的PS5 看看是不是PS5你的那一刻 但是考虑到PS5用的是液晶啊 拆了也许就 哦 对了 可以不拆我的PS5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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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已经把云飞的PS5给拆了 这个CPU看起来确实跟这个长得很像 但是上面因为涂了液晶不太好擦掉 我打算用游标卡尺来看一下 这两个到底是不是同一颗CPU 破案了 这就是PS5里面的这颗APO 只是核显被屏蔽了 不过AMD配的这个散热器规格差距也太大了 我很担心待会4C0s会不会过热直接烧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颗CPU搭配的内存是我们从未见过的16系GDDR6内存 没错 就是显卡上的GDDR6 这进一步证明了它的主机噱头 8颗GDDR6显存组成了256倍的胃宽规格 看起来跟PS5的主板一模一样 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好奇过 既然显存位宽和带宽这么大 如果用它做内存得有多快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了 接下来我们来把它装起来 看看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为了不造成性能瓶颈 我把原来的RX550显卡换成了690XT XD 开机 看起来一切正常 8核16线程 16G内存 打开CPU Z来看看3G缓存是2x4MB 看来和笔记本的Zen2或者台式机的Zen2APO一样 比完整版的Zen2架构3800X 阉割了一半的3G缓存 等等 这个频率是什么情况 100多的倍频 看看其他东西识别是如何 内存数据果然完全识别不出来 SPD里面果然啥也没有 不过 识别出来了16个内存插槽 不愧是显存堂内存用啊 从任务管理器来看 它可以最高锐频到4.0即可 但你也知道 任务管理器的频率显示基本上只能仅供参考 所以我们待会实际跑分来看看 接下来我们打开AIDA64 居然跳出了对话框 告诉我你的电脑似乎搭载了一颗PS5 或者是XBOX的APO 它无法识别这个处理器的详细信息 但是它知道这颗处理器是PS5或者XBOX上的 绝了 然后我们来跑第一个测试 我非常好奇GDDR6显存颗粒作为内存是一个什么表现 结果也确实不出所料啊 带宽显然比DDR4内存大得多 快到100G每秒的COPY 当然同时延迟也大得多 144纳秒 作为对比 我们跑了跟它规格基本一样的4700G的内存与缓存测试结果 但内存搭配的是3600C16的配置 结果啊 内存延迟只有4700S加GDDR6的一半左右 而标准桌面版的3800X延迟还要更低 怪不得大家不用选存颗粒当内存 要知道 内存延迟对CSGO这种高帧率游戏性能可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不过考虑到主机游戏绝不可能会有这种三五百帧数的情况 所以这对于主机的APU来说 这倒是一个有效降低成本的好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颗神奇CPU的Cinebench成绩 R23多核快10000分单核1086分 R15快1700分单核162分 虽然和默认状态下的470G和3800X还有一点差距 但也已经是目前主流PC的水准了 我们19年的时候做过一个视频 用PS4装Linux跑了一下R15 也可以点击下方观看 那时候我们跑了多核227分 单核由于太慢 所以没跑 好在PS4的CPU是没有锐频和超线程的 所以简单出一八算下 单核也就是大概28分 也就是说这么算下来 PS5的单核相比较于PS4强了将近6倍 而多核性能还因为有超线程的加成 让4700S的成绩达到了PS4的7倍还要多 所以怪不得PS4连个原神都跑不到30帧了 就这个性能 游戏厂商开发游戏的时候得多头疼啊 不过这套平台有个问题 前面说过AMD给4700S配的专用散热器实在太过感人 其他散热器又没有扣距 你压不紧 这就导致我即使用上了Kingping规矢 跑CityBench的时候温度也会过百 虽然依然很稳定 但不降频应该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拿规格几乎相同的4700G降到了PS5标称的3.57G 跑了一遍R15 发现成绩果然超过1700分 比4700S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单核就稍微弱一点点 啊 这就说明PS5的散热能力显然是要远远超过破铝片 所以PS5的实际性能只会比现在更强 更别提频率更高的Xbox Series X了 这么来看 本世代主题应该是历史上CPU单核心提升最大的一代了 不是因为Zen 2有多强 而是Jagger实在太弱了呀 既然这颗CPU相比PS4提升这么巨大 还用上了神奇的GDDR6内存 那我们得试试它的游戏性能啊 插上690XT跑个3DMark 感觉不太对啊 这个GPU成绩明显比4700G和380X的平台来得低 我已经有种不强的预感了 接下来的CSGO测试证明了我的预感 在1080T最高画质下 Benchmark成绩居然只有139帧 这个成绩甚至不到380X的三分之一 4700G因为缓存的阉割 成绩也比380X低了不少 在10G的游戏中 这颗PS5处理器甚至有时候会掉到不到60帧的状况 这是CSGO啊 这个成绩就很奇怪了 难道同样是Zen 2 PS5的这颗APO就真的差成这样 真就30帧主机几帧数 实际上这颗4700S作为屏蔽了GPU的APO 它的PCIe通道是不完整的 这个主板上的PCIe只能给显卡提供一个PCIe2.0x4的通道 而且我极度怀疑 这四条走的还是PCA式的PCIe通道 因为这个主板上只有两个SATA接口 它甚至没有M2接口 所以你想象一下 电脑通过M2硬盘口转接出来显卡 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性能 另一方面 GDDR6巨大的内存延迟也会拖累游戏性能 所以两方面的综合因素导致它接上独立显卡之后的游戏性能表现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不过4700S的完全体也就是PS5里面的一颗APO 因为GPU就集成在SoC里 所以它的游戏表现应该和PC上的4700G差不多 应付本世代主机最高120帧的游戏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因为比上代提升实在太大 所以这代PS5和XBOX在游戏上的可能性上应该也会高很多 Zen2 ES 我们实际测试了这台华强北PS5之后 说实话 我对它的表现 尤其是游戏表现实在是大失所望 尤其是考虑到它4000出头才能买到搭配RX550的版本 虽然RX550的性能确实很配这颗4700S 不过这个性价比和4000出头能买到的本世代主机相比 简直是太低了 除非你就愿意4000块钱买个只能上网的ITX台式机 那你就当我没说 但借着这颗神奇的CPU 我们可以对本世代主机的CPU碗中亏报 PS5里的这个CPU一直都很神秘 有时候它用了和Zen3一样的缓存结构的 说它是Zen2.5的 但实际上它和笔记本的4800H或者台式机的4700G一样 都是在Zen2基础上阉割缓存的同代产品 所以实际上游戏性能还不如3800X这类完全体的Zen2 但这颗CPU也让我们终于可以把两个世代的主机CPU直接放在一起对比了 单核6倍多核7倍的差距 可以说是史实的进一步 终于让这代主机解开了CPU的桎 这让我非常期待接下来能在这代主机上玩到什么样的游戏 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查完点赞接来个助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